近日,网上报道青年演员肖战化身成为了爽文男主,原来在十年前,肖战在重庆的一栋楼里做设计师。 没想到十年后肖战的巨幅海报就挂在了这栋楼的最显眼位置,十年前未经梦想。 肖战霸气完成,这是一个怎样的剧本,不敢想象。 值得一提的是,如今的肖战已经成为了人尽皆知的大明星。 肖战的成长历程很适合拍成电视剧。 据悉,青年演员肖战成为了观众们人尽皆知的爽文男主,霸气完成了十年前未经的梦想。 之前肖战还是名不见经传的设计师。 十年后肖战的巨幅海报就挂在肖战曾经工作的地方,这就是成功,这就是肖战长期坚持不懈努力的结果。 对于肖战来说,肖战一路走来磕磕碰碰,也克服了重重困难在大多数人不看好的情况下。 肖战通过自己的努力、勤奋和实力,拿到了属于自己的角色站在了观众面前,非常不容易。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,大家也都感叹肖战非常励志。 设想一下,肖战根本没有在娱乐圈里的资源人脉,也没有所谓的资本支撑。 娱乐圈又是跌宕起伏,漂浮不定的地方。 肖战能够走出来有多困难可想而知。 毫不夸张,肖战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。 只有一条路可以走,勇往直前,刻苦努力,坚持不懈。 总之,祝福肖战。 如今的肖战已经化身成为了顶流巨星。 作为粉丝,大家发自内心替肖战感到开心。 也会陪伴肖战勇往直前,肖战继续努力。